烏克兰首都及多地遭到空袭 已导致14人死亡 近半人受伤 泽连斯基和古特雷斯 以及美英等国领袖突化 寻求协助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称 动态清零可持续且必须监视 李嘉超表示 零加三带来了正面效果 但放宽潜意 需要问诈文答 各位中午好 欢迎搭乘凤凰五件专列 我是郭杨子 大家午安 我是王峰 进入今天的五件焦点 俄罗斯在10号发动了 自从俄乌开战以来 最大范围的导弹袭击 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多个城市 都发生了多次爆炸 那袭击截至目前造成 14人死亡 近100人受伤 而俄总统普京表示 本轮对于乌克兰的 大规模袭击 就是要报复克里米亚大桥 日前授旧事件 再来看一下战事方面 乌军继续进行反攻 卢干斯克 清俄政府表示 乌克兰军队11号凌晨 用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向居民点方向发射火箭弹 最新爆攻画面显示 第四大城市地涅博 在10号遇袭时 发生多次区烈爆炸 大量烟雾和碎片撕散 汽车都紧急掉头逃命 爆炸过后 基辅街头满目疮痍 民众走到街上 清理玻璃碎片和残渣 有道路被炸后 留下一个大坑 基辅市长科里奇科 到现场查看损毁情况 他指责俄罗斯 对基辅的导弹袭击 是一场针对平民的战争 称普京想要的是 没有乌克兰人的乌克兰 他还表示 基辅之前是 现在也仍然是 俄军的主要攻击目标 科里奇科并视察了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科里奇科玻璃桥 这则地标性建筑 在10号的空袭中 也未能幸免 事发在10号早上 上班的繁忙时段 基辅多个地区 接连传出巨大爆炸声 城市上空黑烟四起 这是基辅相隔数月以来 再次受席 有报道指 有导弹落在 乌克兰安全局办公室 所在街道 离泽林斯基办公室相距不远 除基辅外 蒂涅伯 利沃夫 哈尔科夫 吉尔诺波尔等多地 也遭到袭击 乌克兰全境 一度都响起空袭警报 战事方面 乌军进行反攻的步伐 并没有停下来 其中在顿念茨克州 乌军出动榴弹炮 在进行火力校正之后 猛攻俄军阵地 部队之后移动到另一个位置 继续攻击 有士兵就指 俄军大规模空袭平民目标 是因为他们在前线失利 另一方面 鲁干斯克清俄政府表示 乌克兰军队11号凌晨 用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向居民点方向 发射两枚火箭弹 鲁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驻乌克兰战争罪相关问题 控制和协调联合中心 代表处称 乌军使用海马斯 向斯特拉哈诺夫方向射击 正在确定伤亡和受损情况 福皇卫视综合报道 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科纳申科夫10号表示 俄罗斯武装部队用高精度 远程武器对乌克兰的 军事指挥和控制 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 进行了大规模打击 所有基地目标都被击中 而乌方承认 有11个重要基础设施 遭到打击 10月10号 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俄罗斯武装力量部队 用远程精确的武器 对乌克兰的军事指挥和控制 通信和能源系统的目标 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 打击的目标目前全部成立 所有指定的目标均被击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 当天在圣皮特堡 也召开了俄罗斯国家安全理事会的 视频会议 普京表示 如果恐怖袭击 继续在俄罗斯领土上发生 那么俄罗斯对应采取的措施 将是强硬的 如果继续企图 在俄国境内进行恐怖的袭击 那么俄罗斯的反应的规模 与对俄罗斯所造成的威胁的程度相对应 没有人应该对这个问题产生任何的疑问 普京强调 乌克兰特种部队是克里米亚大桥 恐怖袭击的肇事者 普京指出 乌克兰也正试图破坏土耳其西天然气管道的其中一段 普京也没有提及细节 普京指出 乌克兰在克里斯克核电站 实施了三次的恐怖训续活动 乌克兰特工 一再破坏这个核电站的高压的线路 按照一个民粮节 records的传媒体 用途律的方法 这是刑事民主动员 记者、资产 而且在香港也在亚洲 这是途律的关于德鲁 这些写刀已经8年了 这是一个新冠状 都是兵器材用途律的冒险 据悉 今年9月22号 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宣布 拘留了一名为乌克兰安全局所招募的俄罗斯人 此人正准备实施向土耳其和欧洲 供应天然气管道进行恐怖的活动 俄罗斯消息人士表示 这次俄军的巡航导弹打击 共发射了150枚 俄罗斯通过陆机 海机 空机 在统一的时间内 同时向基辅 哈尔科夫 地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 奥德萨 利沃夫 杰尔诺波尔 赫梅利尼斯基等 诸多的乌克兰城市进行了导弹的攻击 重点的袭击目标是军事指挥的系统 火力发电厂 水厂等 被打击的很多城市目前断水断电 互联网也存在着问题 到目前为止 基辅和哈尔科夫地铁已经完全停止运营 对基辅的打击中 巡航导弹还击中了市中心的商业中心的塔楼 乌克兰安全总部就设在这里 其中一枚导弹还落在了总统府不远的地方 附近的欧盟国家的大使馆也开始从基辅紧急撤离 乌克兰共有11个重要的军事设施受到了损害 当天在敦尼茨克 赫尔松 扎波罗热 别尔江斯克等地 也遭到了乌克兰军队远程火炮的回击 凤凰卫视卢语光 赫尔松的报道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之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0号就向国民发表了夜间讲话 强调乌克兰不能够被吓倒 必须要更加团结一致来应对俄罗斯的恐怖主义战术 那么另外他当天又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以及美国 英国和加拿大等多国领袖通话 讨论乌克兰的局势 还有防空的问题 泽连斯基当天在遭到俄军空袭的基辅士中心 舍府秦科发表例行讲话 他列举了多个因空袭而受损的文化历史古迹 幼稚 连儿童游乐场也成为空袭目标 形容俄军的行为是典型的恐怖主义策略 BM pas voor。 这 характерна тактика терористs вони хотіли нагнати більше страху і зачепити більше людей вони зачепили вони зачепили увесь світ 泽连司机表示 八个地区的主要基础设施目标受到打击 导致部分地区断水断电 目前各地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务求让电力供水和供暖尽快恢复 现在在全国内连续剩的工作 所有事件,这些被隐藏了今天的打扰 美国的特派人们我们修复 这只是问题时间 我提供了担心 针对乌境地多地受到俄军空袭 造成平民死伤 泽连司机当天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以及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领袖通话 讨论乌克兰局势 并在防空方面寻求协助 泽连司机就在社交专业表示 他与古特雷斯就乌多个城市 遭到空袭仪式进行了交流 并就乌局势相关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 他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话时强调 七国集团对俄采取强硬行动的重要性 又指乌方需要一个防空网 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 泽连司机与英国首相特拉斯 讨论了对俄罗斯进一步施压 呼吁英方在国际政治与防务上 巩固对乌方的支持方面 并保护乌克兰的天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联合国大会10号召开会议 讨论俄罗斯兼并乌克兰四个地区议案 但是因同日基辅等多地被俄军袭击 乌克兰与俄罗斯代表在会上 互相指责对方施袭 火药未农 由于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空袭 令原本讨论俄罗斯兼并四区议案的 联合国大会 焦点变成乌俄代表的针锋相对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基斯利茨亚 强烈谴责俄罗斯以导弹攻击乌克兰多个城市 批评俄军以平民为袭击目标 示范下战争罪行 使俄罗斯代表团令联合国会议厅充满血腥味 他又批评 所谓的公投是俄罗斯侵占乌克兰的一步 是因为乌克兰军队成功解放被占领土 而仓促进行的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甲 反指乌克兰向克里米亚大桥发动攻击 是恐怖主义行为 另外 联大会议以107票赞成 13票反对 其39票弃权 否决俄罗斯要求193个成员国 以不记名方式 救俄罗斯以非法公投 兼并四驱议案进行投票 由于俄罗斯在安理会9月30号 表决谴责俄罗斯兼并乌克兰四地的决议时 动用否决权 因此这项议案被送交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各有一票 没有人拥有否决权 这项表决预计最快12号才会进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美国总统拜登10号发表声明 强烈地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多个城市 所进行的导弹攻击 针对了非军事目标 并且造成了平民的上网 这表明普京对乌克兰人民 所发动的非法战争极端的残暴 而七国集团领导人计划在11号 要召开十项会议 讨论的是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还有对普京的纠责 白宫声明指出 美国强烈谴责俄罗斯 在10号当天对乌克兰多地 包括首都基辅的导弹攻击 杀害和伤害平民 打击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的目标 再次展现普京对乌克兰人民 发动非法战争 极端残暴 声明对死者家属表示哀悼 并助伤者早日康复 声明又强调 俄罗斯的这些攻击 只会进一步强化美国 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的承诺 美国将与盟友及伙伴一到 继续让俄罗斯为其侵略 付出代价 让普京和俄罗斯为其暴行 和战争罪行负责 同时为乌克兰军事 保卫国家和自由 提供必要支持 声明呼吁俄罗斯 立即停止这一无端的侵略 并从乌克兰撤军 10号下午 拜登结束在老家特拉华的周末度假 乘坐空军一号专机返回白宫 白宫还发表另一份声明 表示当天拜登与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同电话 表达对俄罗斯导弹攻击的谴责 并承诺继续为乌克兰自身防卫 提供必要支持 包括先进的防空系统 并与盟友和伙伴一道 为乌克兰提供安全 经济和人道援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发表推文声称 克里姆林宫的袭击对准非军事目标 并杀害平民 再次展示谁是正义的 谁是错的 美国将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德国宣布 11号将召开领导人紧急视讯会议 与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事态 据悉泽连斯基将要求七国 显著增加他们的军事和外交支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多地之后 欧洲多国10号爆发大规模抗议 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报复袭击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 瓦兹拉夫广场中央 数百名民众手举 写有遭袭城市名字的十字架 和象征着防御空袭的雨伞 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 大规模攻击 并要求国际社会为乌方提供更多支持 与此同时 在俄罗斯驻捷克大使馆前 抗议者们举行了一场假公投 要求吞并俄罗斯飞地 加里宁格勒 以此讽刺俄罗斯单方面宣布 占领顿涅茨克 卢干斯克 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 众多乌克兰难民和当地民众聚集在俄罗斯大使馆附近 高喊批判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口号 有些人悲愤流泪 一名来自基辅的乌克兰难民表示 预计到俄方会对克里米亚大桥袭击事件 采取报复行动 但没想到规模如此之大 波兰首都华沙也爆发了 多达两千人的大规模示威 民众激烈抗议俄罗斯杀害无辜平民 要求将其列为恐怖主义国家 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乌克兰驻罗马尼亚大使 普洛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俄方已经展示出了强硬立场 因此乌方也拒绝 与现任俄方领导人谈判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10号表示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将会部署一支联合军事特检部队 以应对白俄罗斯西部边境紧张局势加剧 他讲调西方怂恿乌克兰在白俄罗斯边境开辟第二战性 企图把白俄罗斯拖入到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当中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0号在首都明斯克举行安全会议时强调 鉴于俄白联盟国家西部边界局势升级 他与俄总统普京已达成共识 下令在乌克兰附近部署联合部队 部队将在两天内组建 其中白俄军队将作为主地 罗卡申科还指 北约及其他欧洲国家 也开始考虑包括核武在内的手段 对白俄罗斯发起攻击 卢卡申科在讲话中指出 乌克兰若在乌白边界开辟第二战场 这在军事层面是疯狂的 而之所以乌克兰有相关计划 完全是由于西方主导国的怂恿 从而把白俄罗斯拖下水 他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西方领导人 任何侵犯白领土的行为 都将遭致克雷米亚大桥爆炸 则不能比拟的报复 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则称 白俄军方的计划是防御性的 无意对乌克兰及其他国家发动战争 警告乌克兰及西方不要发动挑衅行为 称只要对方不采取错误做法 就不会发生战争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的有 天宫课堂第三课将于12号开讲 航天员邀请青少年同步做实验 金正恩赛建党日出席了 连普温室农场军工律师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 美国政治报援引知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德国总理舒尔茨 计划于11月3号至4号访问中国 这是七国集团国家领导人 在新型疫情爆发之后首次访华 不过总理本人拒绝对可能的出访 发表评论 继续关注到的是 人民日报在11号刊登了题为 动态清零可持续 而且必须坚持的评论文章 指出坚持动态清零 能够让中国用最小的代价 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是对人民至上理念的最好践行 并强调只有疫情防得住 经济才能稳得住 署名为众英的评论文章称 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 加上地区发展不平衡 放松防控势必令易感人群感染风险加大 一旦形成规模性反弹 疫情蔓延势必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最终付出的代价会更高 文章指正应坚持动态清零 中国才保证了极低的发病率 死亡率和住院率 以及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 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疫情防控有良好的成本效益比 动态清零是综合社会成本最低的抗疫策略 是现阶段中国及时控制疫情的最佳选择 文章称 中国老年人群体数量多 如果选择躺平 疫情蔓延开来 势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更严重损失 其所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难以估量 坚持动态清零就是对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的最好践行 也是巩固中国防控成果的最佳选择 文章称 动态清零并不是追求完全零感染 一方面不能放松防控 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过度防疫 坚决防止简单化 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现象 坚持动态清零 必须不断提高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水平 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不断优化防控政策措施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既是秉承科学精神 科学态度的基本要求 也是遵循科学规律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选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天宫课堂第三课 定于12号15点45分开始 神舟14号飞行程组航天员 陈东 刘阳 蔡旭哲 将向广大青少年进行太空授课 本次太空授课活动将继续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 三名航天员将载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 演示微重力环境下毛细效应实验 水球变缆实验 太空趣味饮水 会掉头的扳手 以及植物生长研究项目介绍 并与地面课堂进行互动交流 旨在传播及普及载人航天知识 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航天训练教员在选择实验项目时 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 天体现象差异一定要显著 第二 科学原理要清晰 第三 整个视觉传播效果要好 能够起到真正的科普效果 这次授课 相比前几次有了进一步创新 首先 航天员将在全新的 问天实验舱段授课 演示天地迥异的实验现象 进一步激发同学们 对于日常现象的思考 同时 还将首次展示 空间站植物研究项目的 科学实验操作 进一步展现中国空间站 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的 强大科研能力 天宫课堂推出以来 已成功举行了两次太空授课 在前期开展的授课内容 征集活动中 社会各界 特别是广大青少年 通过新闻媒体 学习强国平台 和在人航天工程官网 踊跃建言献策 不少好的创意设计脱颖而出 将在此次授课 及后续活动中 陆续进行展示 中国航天员 真诚邀请广大青少年 在地面同步尝试 开展相关实验 从天地差异中 感知宇宙的奥秘 体验探索的乐趣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深圳常住人口 有1800万左右 近七成都是外来人口 能靠着自己的努力 在这样的大城市打拼 站稳脚跟 并且能够购置房产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向往的目标 也是奋斗的动力 来看20大前瞻系列 我们的美好生活 我来深圳差不多12、3年了 来深圳比较简单 就是两个字 搞钱 因为刚来的时候 整体的印象是 深圳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城市 到处都是机会 只要靠自己的拼搏努力 我觉得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想要在这个残酷的竞争 竞争年轻人多的城市 留下来安家 买房只是安家的第一步 从海龙是黑龙江人 09年海南大学毕业 来到深圳打工 为了节省开支 他一开始在深圳罗湖 区蔡屋为的城中村租房 来深圳打工的这人 其实没有什么背景 家里也不会给太多的钱 城中村对于我们 刚来深圳来讲 其实确实是一个其身之地 因为深圳这个城市 本身包容比较强 像海绵一样 能包容着我们外来的人 十年前深圳从中村遍布 是很多外来人员的第一站 走在一些还没有重建的城中村 从海龙回忆起 之前的辗转生活 搬了我印象中 应该是七八次家 平均不到两年搬一次家 还算比较频繁 有的时候是涨房住的一些原因 因为我们总想 节约更多的成本 搬家的时候 你也知道大包小包 就感觉被人撵走了一样 对不对 那种很心酸 这里不属于你 甚至有好几次 我想放心 要不就离开深圳 对不对 回到了人家去 回到人家躺平 但是后来想一想 当时选择深圳的目的 其实就是想要 在这个城市 能赚到更多的钱 过上更好的生活 也做过梦 做过梦 想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因为毕竟想留在这个城市 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你好 你好 欢迎来我们公司参观 对对 来来来来来 你们公司好大 没有 这也是一个初创型公司 因为我们也是 今年刚开始起步 去做互联网公司的 对吧 那边都是平山的中心区 相当于 麻雀随小五丈俱全 从海龙2014年 跟上深圳的互联网大潮 在南山一间科技公司工作 到了35岁的时候 年薪已经超过30万 2021年 他投身新零售行业 在平山创业产业园 开了一家互联网公司 自己做老板 他主要帮助超市 商店做线上的小城市 让他们在后疫情时代 除了能在线下经营 也可以转为线上 创业初期 从海龙亲自扫街找客户 一天真的要跑好多家客户 包括去走访 各个周边的街道 去百货里直接跟老板去谈 就是25家中 可能就一两家 对我们感兴趣 然后一天 微信部署都要走 三万部署 但是我觉得 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路 我肯定要坚定地走下去 经过不懈的努力 2019年年底 他存了80万首付 又找亲朋好友 借了30万 贷款在深圳平山 买了第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当时花费了 220万元人民币 虽然只有60多平方米 但他花了三个月时间 用心装修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家 意义很重大 心里的石头也落下来 我终于在深圳有个家了 对不对 是啊 又是我们如果将来 想要更好的生活的前提下 就是必须要我们有一个家 这样我们每天累的时候回家 就觉得很温暖 住在城市中间的时候 其实还有想过 奋斗不好我可以回老家 现在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我家 为什么要回老家 我买完房子的时候 就这个形态 中国人的理念就是 有房子在哪 家策在哪 通过自己的奋斗 在深圳能过上 我认为安定的生活 也是一种比较好的肯定 因为虽然有了房贷 有了压力 但我觉得更有了 更有了前进的动力 还要继续奋斗 因为我们要使这个家更美好 实现更多的梦想 是这样的 深圳的房价冠绝全国 有144万人拥有一套住宅 15万人拥有两套房子 5万人拥有三套 或者是以上的房产 为了控制房价健康发展 国家陆续出台了 一系列的政策 从海龙在2021年 购入了第二套房子 同样在平山 他未来想把家乡的父母 接过来深圳 陪伴他们安享晚年 凤凰卫视张霄同虎 李廷申 深圳报道 稍后回来 带您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儿见 稍后见 进入到五间财经 由于美债的收益率走高 带动着美元持续强制 人民币对美元汇价 则是高开低走 在岸和离岸价 都是跌破了7.19关口 而亚太区股市 今天也跟随着 隔夜美股走弱 芯片类股份 成为了脱离大盘的主力 再来关注日本和韩国股市 午后都下跌超过2% 台湾股市更是大跌4% 不过内地互生两市 走出了震荡走高的独立行情 创业板指 半日更是大涨超过1.6% 互指中午报 2986点 上升11点 升幅0.4% 半日成交1550亿人民币 深圳指中午报 10614点 上升92点 升幅0.88% 半日成交2063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低开21点 随后跌幅进一步的加深 并且失守17000点 整数关口 而科技指数跌穿 3300点 创下了新低 恒指中午报 16948点 下跌268点 跌幅1.56% 半日成交502亿港元 来关注一下欧洲的能源 由于乌克兰的能源基建 受到了攻击 那周二起 乌克兰暂停向欧盟输出电力 而德国这计划实施 价值960亿欧元的方案 来缓解天然气紧张的情况 乌克兰能源部周一 在网站发表声明 指当地的火力发电和电力战 受到导弹袭击 为稳定自身的能源系统 所以要暂停向欧盟出口电力 乌克兰能源部长指 俄军对能源系统的攻击 是整场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 由于整条供应链 都受到导弹攻击 供电变得困难 欧盟一直是乌克兰的 主要能源出口市场 乌克兰能源部在6月时曾经表示 希望在年底前 对欧盟出口电力 可以赚取15亿欧元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的办公室 已经呼吁民众 在晚上尽量减少用电 另外德国计划 紧急实施一项960亿欧元的计划 以缓解天然气价格飙升 给消费者带来的压力 当中包括向家庭和中小型企业 一次性发放相当于 一个月天然气账单的补助 并从3月开始建立限价机址 不过德国的专家仍然警告民众 即使天然气储备充分 进入冬季的供应情况 仍然很紧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一节我们聚焦香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香港实施0加3入境检疫安排之后 境外输入个案数字有回升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1号表示 现阶段特区政府需要稳扎稳打 似乎疫情变化来决定 是否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 香港实施0加3入境检疫安排 两星期 机场出入境数字明显上升 整体入境人数升约三成 吸引不少外国人来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0加3实施后带来很多正面效果 多项大型活动将陆续在香港举行 有望进一步带动经济 但由于境外输入个案出现上升 特区政府必须稳扎稳打 审慎考虑是否进一步放宽措施 有好的效果 有很多人都希望我们更加放宽 甚至有些立刻在0加3实行之后 几天就要提及0加0 所以现在来说我们都要看着数字 稳打稳扎 按着实际情况 看看我们怎么去走下一步 但那个方向我很清晰地告诉大家 在可控 除非有一些我们现在估计不到的情况 出现包括有一些较为杀生力强的 一些变种病毒株又出现了 否则来说路线是很清晰的 我们希望给社会最大的空间 包括民生活动和经济活动 特别是经济活动 近期布什有评论将香港与新加坡 两地的防疫和经济发展做比较 李家超指出 由于两地医疗制度和文化不同 因此两地的防疫政策有所差异 我不会刻意和新加坡比 其中就是我们有体系上面的不同 例如我们医疗体系是不同的 我们的制度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习惯和文化都不一样的 所以跟另一个地方比 不要一个真真正正的 令到我们可以实际 完全去套用另一个地方的方法 但是我刚才说得很清楚 那个目标就是 在我们管控到疫情的时候 我们是尽量多这些活动 决定是行什么措施 当然是按住香港的实在情况 留意到近期有人不遵守红黄码要求 及强制检测公告 以及使用虚假免阵制 李家超表示 担心当局发现的违规个案 即是冰山一角 这些人破坏绝大多数市民 为抗疫做出的努力 影响社区防疫成效 应受千伏所致 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而香港特区行政场官李家超 本月的19号将会发表日内的首份实证报告 他早前在社交媒体中透露 已经收到了涉及土地房屋供应的 两份百日报告 将会审视这两份报告的建议 并考虑纳入到实证报告中 那么香港政界对未来房屋政策 都有哪些建议呢 马上连线在立法会现场的 本台记者季思青 以及香港立法会议员 金明莲主席卢伟国先生 来为我们分析讲解 思青好 把时间交给二位 好的 主播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将会在下周三发表上任之后的 首份实证报告 而香港政党金明莲也在9月的上旬 曾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会面 并且是提交了一份实证报告的建议书 其中也是包括了 有关房屋土地政策的八大建议 那在现场我们邀请到了 香港金明莲主席 同时也是立法会议员卢伟国先生 接受我们的采访 卢伟国先生 也看到了最近有不少媒体采访您 那其中您也在采访当中 多次强调房屋政策 尤其是公屋计划当中 一定要是避免投轻 较重的情况出现 那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呢 同时现在香港的置业阶梯 又应该如何去完善呢 因为现在了 虽然说政府说已经找到 350公顷的土地 那么应该能够足够这10年的建物计划 可是其中头五年 大概还是整个计划的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这个投轻较重的问题 可能短期内也不容易完全解决 可是是不是头五年 还再能够加快一点 加多一点 实在上也是有办法的 比方说在已经有了计划中 是不是可以这个地基比例提供一点点 你提供一点就多一单位了 那另外呢 在建公屋的标书中 是不是可以把设计跟建造 都一并让承建商投标 那么呢 如果他把这个设计跟建造 承担一起的话 可能这个流程能够压述一点 再快一点 那么另外呢 当然了 如果在短期内了 也尽快地找多一些土地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说有些正地的地方的话 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赔偿方面加多一点 比方加50% 那么比较合理的价格的话呢 那么让土地拥有者了 也愿意拿土地出来 所以呢 种种方法呢 可能呢 把头五年了 能够加多一点了 那么把这个轮后公屋的队伍 收短一点 加快一点 市民都应该很高兴了 是的 我刚刚也听到您在建议当中 也是提到了 比如说是在房屋建造的过程当中 可以加快一些相关的流程 那想请问一下 在土地方面 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加快一些相关的流程 去减化整个效率呢 事实上现在呢 政府已经对立法会了 前段时间已经提出他们的计划 他们也意识到了 现在有些程序 政治的态度 包括这个 重规的条例 整个过程 如果申请到真的批准 中间还有很多正义的时候呢 很多人发表意见呢 然后呢 这个过程呢 可能重复重复 都随见的根本很难讲 他们要把条例可能要修订 让这个程序能够合理的加快 那么另外所谓环评条例了 当然环评是一个好事 可是这个如果过程太长了 也真的影响了整个发展 特别是了 其中有一些 应该我们利用一些大数据 原来有数据的话呢 你做某一个环评的时候 这些基础资料呢 都不用再重复做 那么当然另外呢 有关增地了 收地了 换地了等等呢 各种程序都是太长 在建造的时候呢 上官部门 比方物与署 消防 水务署 如何配合 让其中的审批了 都能够压述了 这是如果大家都动手 大家都尽办法去搞的话呢 这个整个整个流程呢 应该可以说短一点 明白的 正如您所说 我看从您所给的这些建议啊 包括我们看到 现在特区政府当中的 一系列的前期风声呢 正如卢越元所说 其实相信呢 接下来的这个市政报告 都将会是大刀阔斧 用新思维 去给我们带来更多的 新土地和新房屋 那么在接下来 房屋政策又会是如何 我们在下周的市政报告 一起敬请期待 先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好的 也谢谢思青和嘉宾 带来的分享 说到国家的基础教育发展 有这么一批香港人感受最深 从新建学校到师资培养 再到对孤儿群体的关怀 他们用源源不断的爱心 在参与建设的同时 也见证着国家近十年的经济疼飞 与乡村教育改革的枝繁业貌 一起来看二十大系列之 你所不知道的香港 二十几年前 香港有一批有心人 在交通不变的条件之下 深入到内地的偏远地区 为希望工程布行筹款 改善中国内地山区儿童的 学习环境 近十年内 内地乡村教育脱贫的步伐 不断推进 教育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都仍是这一批有心人 他们资助从改善硬件设施 转向山区儿童的全方位发展 时代在变 但他们牵挂国家基础教育的 赤脂情怀就始终未变 一双渴望读书的大眼睛 一场浩荡的贫困地区教育改革愿景 让希望工程四个字深入人心 内地山区孩子没钱上学 对于九十年代经济发达 且尚未回归的香港来说 本如此遥远 而随着反映希望工程的电影 与相关报道在港传播 本着希望对内地多一份了解 与爱国之心 香港市民眼见山区学子 求之若渴却苦无学废 自92年竟掀起了一阵捐款热潮 全香港都知道 全香港都知道 也都不知道是否因为97临近 大家都想了解多些 92年93年94年这些时间 香港的助学团体 一间成立完又一间 我估计几十间都可以说有 1992年成立的香港慈善组织 苗浦行动 集聚了香港各行各业的义工 他们怀揣着对国家的一份爱 自愿北上 用双脚丈量助学的道路 苗浦行动创办人之一 蔡兆明回忆起自己北上的经历 行路上广州 助学长征 茶马古道助学行 香港苗浦行动一路走来 虽默默无闻 但他们三十年间 对各地的资助总金额 零零总总加在一起 已超过七亿港元 一路上去京大利昆明 上到去亨格里拉 拐过去熔龙雪山 去墨竹公卡 去到西藏拉萨 走四个几月 就四五千公里 但都不算长 时光荏苒 随着近十年国家经济起飞 从希望工程 到建设教育强国 2021年 中国义务教育巩固率 达95.4% 内地的教育改革 已逐步落实 日趋完善 如今不少人感叹 农村的教育基础设施 已和城市没有太大差别 而来自香港的志愿者们 更是亲眼见证了 国家农村教育 天翻地覆的转变 明亮的教室 与健全的配套教育资源 正让更多孩童走出山区 参与社会向上流动 农村有钱了 再加上中央的力度向下撥 每年省级市级的钱 中央的钱撥下去 农村教育就翻千幅地 几十年过去了之后 我们看到原来 国家是有大政策在教育后面 十年一个台阶 十年一个台阶 我们是看到它一路改变 几乎在同一年 香港警察群体 也怀着一腔爱国情怀 第一次踏上祖国北方的土地 当年香港警队 仍在港英政府管辖下 即便如此 仍有一批警队成员 自费前往内地 投身到助学洪流中 退休已有十年的 香港前警司刘达强 回忆其92年的助学往事 他认为最幸运的 就是自己能亲身前往 从广州到宁夏 陕西再到河南 他们六人用35天的行程 为内地筹得120万港元 而最近十年 内地的发展与大湾区的建设 更让他看到香港的未来 将与内地紧密相连 创造新的奇迹 我们能够多回到内地 你就会看到内地 每五年的改变 现在 看看我们大湾区的进展 我们的高铁 我们的铁路 我们的高速公路 那种澎湃而生的动力 就是释放了人民的力量 我作为香港长大的人 我看到一种澎湃的力量 我们扶他一把 他们回报给香港当时 善心的人 是涌全而步 不单止自己可以脱贫 而且见到什么 是见到整个国家的澎湃 向上那种动力 国家乡村教育 如今已实现制的飞跃 但改革仍未止步 蔡兆明 刘达强等一批 香港热心人士与内地的互动 也一如既往 苗圃行动近年将更多教育资助 投放在一带一路沿途地区 以另一种形式为国家政策助力 而看着当年波洒下的希望种子 如今已然枝繁叶茂 刘达强希望未来香港 能紧跟内地发展步伐 让两地年轻人加强交流 让香港新一代 就如同他们当年一般 参与到国家建设中 毕竟唯有踏上热土 才能让希望之花绽放 凤凰卫视 王雨婷 香港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朝鲜半岛 韩联社在11号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10号 朝鲜劳动党建党今年日 前往到了咸静南道咸州郡 出席大型蔬菜种植基地 连浦温室农场的竣工仪式 并兼采 金正恩表示 温室农场工程将会造福 为朝鲜经济和科技发展 发挥重要作用的劳动阶层 科学家 还有咸静南道的人民 为他们一年四季 供应新鲜蔬菜 他还强调 如果要确保 为人民供应充足的蔬菜 就必须要在各地 建造像连浦温室农场 这样的大型的温室农场 实现蔬菜生产的 现代化 集约化 工业化 朝鲜计划 以连浦温室农场作为榜样 更加大力自信地 推进农村地区全面发展 金正恩曾经在今年2月份 出席连浦温室农场的 动工与式 并要求在今年建党日之前 必须要完工 韩国总统尹熙悦 11号表示 朝鲜不断研制发展核武 对韩国乃至全世界构成威胁 相信朝鲜不会因拥合 而得到任何好处 尹熙悦表示 朝鲜的核威胁越演越烈 韩国将以稳固的韩美同盟 韩美日安全合作为基础 构建牢不可破的应对体系 切实防备 对于有观点提出 韩方也需要重新部署战术核武 尹熙悦表示 作为总统不意对此公开表态 正在听取和考虑 韩国内部和美国朝野的意见 感谢各位大书 今天的凤凰武艰专列 我们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